各位家长朋友们 新老朋友们 晚上好 感谢你们今天波荣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暑期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讲座 今天是我们讲座的第一讲 我们想用这个介绍一些观念 就是如何用积极的心理学来打造正面的亲子教育观 可能很多家长会认为说这个是不是有点偏颇啊 难道平时我们用的亲子教育观是非正面的吗 或者说我们不是积极的吗 我想每个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我们在这里主要是想说介绍两个概念 第一就是积极心理学 第二呢就是这个自我效能 所以我们希望说从这两个方面去提供一些借鉴 让在这个亲子教育的路上有一些挣扎的父母能够学到不同的方法 所以呢请大家体谅我们并没有说谁对谁错 或者说谁做得更好 那我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洪Diana Zhao 我目前是在洛杉矶儿童家庭服务局亚太服务部门做一名主管 我是毕业于南加大社会工作专业的博士 也同时呢拿到了加州的有制造的心理治疗师 所以平时我跟这个家庭 儿童和家庭工作当中呢积累了很多的经验 过去16年我一直在这个部门工作的 所以我希望能够把我的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 同时呢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积极的提问啊 也准备一些挑战 我们都共同来学习 在这个过程当中都能成长 那刚才我放了一段就是说这个祝生日快乐的歌 当然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是我们哈佛全方位江主任的生日 但目前他比较忙 等一会他上来的时候我们大家给他一个祝福 好吗 另外呢我也想有另一个含义 其实我们的每一天我们都要值得庆祝 庆祝我们能够很好的活着 庆祝我们能够跟孩子们有相处的机会 或者是说跟家人有相处的机会 那我们在这个珍惜这种机会的前提之下 怎么样让自己和孩子们或者家庭成员都变得很健康快乐呢 来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积极心理学到底讲的是什么 那今天我刚刚讲我们介绍这两个主要的概念 另外我们想讨论一下哪些方面我们需要改进 我们怎么样去做行动计划 有没有这个时间表 最后呢做一些总结和提问 那积极心理学顾名思义就是说我们要用积极的心态 去跟别人合作或者是生活对吧 那从这个理论上来讲 这个积极心理学的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会的会长 Martin Seligman和其中一位心理学家 他是美籍的匈牙利人叫Mahani Stickstent Mahani 他这个名字也很特别 他的信里面也包含了一部分他的名字 所以呢由他们两个共同创立起来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时这个会长是要求大家来讨论一些主题 其中一个主题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把心理学变得更积极一些 那么这个积极的心理学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了之后呢 大家有了更多的关注 他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呢 他是人类在多个层面上 积极的运作和繁荣的一种科学研究 其实心理学是一种科学研究 更多的时候就是我们是对人类的行为 对社会的影响而做的一种研究 因为我们说看一个人的心理怎么能看得出来吗 我们没办法观察到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行为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容易理解 那这个心理学他是研究了包括生理啊 个人啊 在关系方面啊 制度啊 文化呀 以及全球性的层面的研究 那这个积极心理学呢 他最主要的是提倡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整个人类都能够共同的发展和繁荣起来 所以我把它引申到我们的教育亲子教育观方面来 就说我们如果用正面积极的心理学来打造正面积极的亲子教育观 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是希望能够看到或者通过为孩子们创造积极的经验 培养他们良好的个人品格 建立健康的生活团体来提高生活质量 所以其实是三个方面 第一我们要为孩子们创造积极的经验 让他们所有跟人类打交道的经验都是积极的 不是负面的 因为负面的经验会对孩子们造成很多阴影 那如果我们能够培养出他们良好的个人品格 他们就有能力去克服困难 就能够有创造一个健康的生活团体 在这种健康的生活环境之下 生活质量能够不断的被提升 这就是我们希望用亲子教育官培养孩子的目标所在 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自我效能 这个自我效能其实我觉得也不局限于孩子 因为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 指的是个人对自己执行必要的行为 以取得特定成效或者成就的这种能力的信念 也就是说自我效能它反映了我们对控制自己的动机 行为以及社会环境的一种能力的信心 就是我是不是相信我自己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 是否相信自己能够去克服一定的困难 进入良好的学校受到很好的教育 或者说我有拖延症 我怎么样有能力去克服拖延症 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那如果自我效能高的话 孩子是会比较快乐的 另外呢也就是说他们有能力去克服困难 我们做家长的就不用一直盯着他们 就让他们可以能够自我放飞 在更广阔的这种环境或者天地里面 去自由的去发展 所以正面的亲子教育观也包含 我们要培养出自我效能高的孩子 一旦我们这么做了之后 我们的这个亲子任务就可以完成的很漂亮 对吗 因为有了自我效能高的孩子 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们这个执行的能力就很强 我们就不需要担心太多 在这种前提之下 我们要知道说 我怎么样去做 才能够培养自我效能高的孩子 在7月19号 我有一个专门的讲座 会就这个话题进一步的去拓展 但今天呢 我们主要就说 把这个积极心理学的概念 介绍给大家之后 让我们怎么样融入到 我们的这个亲子教育的方法里面去 再培养出自我效能高的孩子 那其中呢 我认为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总结 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三个R 因为这个概念是很广泛 我们需要能够记住 也能够更好的运用 所以我就把它简化成三个R 英文里面就说realize recognize 还有respond 那这三个方面呢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第一个 要能够realize这个differences 我们跟孩子是有差异的 或者说我们个体都因人而异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理解 这种差异 让我们能够去接纳 我们的孩子 或者接纳我们身边的人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情商要发挥作用 所以我写了一个EQ在这里 那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长处 了解长处的目的是能够通过用鼓励 让孩子们去更好的发挥自己的长处 去克服困难 因为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 如果他没有这种能力去接受挑战 或者解决问题的话 我们势必要一直跟着他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呢 要有一个积极的回应 这个部分是需要一些social intelligence 就是我们的社交技巧和这个情商 积极回应是为了更好的支持孩子们 健康的成长 如果孩子的想法 或者是他们的做法 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和支持 想必孩子们就会很沮丧 那这个时候 他们这个处理问题的能力 或者他们的力伤就会很低 所以我想大家如果能够把这个3R 记住的话 在这个对我们今后如何去拓展 我们的正面亲子教育方法是很有帮助的 那在这个里面 我们就会讲的稍微细一点点 什么方面我们需要成长 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应用积极心理学 打造正面的亲子教育呢 用一个英文词来讲 就是please please呢 其实六个部分 因为我通常喜欢把要做的一些事情 变成一个英文单词 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是既能够通俗易懂 又能够知道如何去执行 这please呢 六个方面 第一个是positive attitude 就是要有积极的态度 第二个方面呢 是listening skills 我们一定要有很好的倾听技巧 第三个部分呢 是情商在线 也就是说我们要能够运用我们的情商去解决问题 知己知彼 知道孩子的需求在哪里 知道我们如何跟他配合 能够帮他解决问题 或者要他能够了解我们的想法 让我们的这个观念 或者做法能够得到孩子的认同 让他能够执行下去 那active involvement 就是要灵活的参与 赋予他们能力之后 那些孩子会抱一种持怀疑的态度 总是觉得 你怎么最近考试又考得不好 你怎么功课都没有及时的教呢 房间为什么都没有打扫 乱得像鸡窝 为什么跟同学讲话那么大声 到晚上12点1点都不想睡觉 而且对父母的态度 又是那么的不礼貌 对别人可能还好 但对父母就是好像会恶言相向 或者你跟他说什么 哦知道了 或者说shut up 有的孩子不礼貌的时候 甚至叫父母就shut up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 可以给孩子做一个榜样呢 就是要有这种positive attitude 积极的态度 什么样的态度算积极 我们刚才讲的那些 就是说当我们提醒孩子的时候 我们也不是说不积极 只是呢 这种讲话的方式 会让别人产生压力 尤其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 甚至于小的时候 他们也就会感觉很敏感 不愿意被批评 也不愿意说 你要常常在提醒我 做什么 因为这是跟我们每个人的 ego有关系 我们的自我有关系 每个人都想自我保护 所以不希望别人批评 那我们就要换一个角度 我们看他们的长处 表扬他们做的好的地方 鼓励他们去改进 需要改善的地方 这才是一个积极的态度 如果说他这次考的不好 那我们可以说 至少我看到考试之前 可能你有付出一定的时间 去复习啊 有去跟同学讨论啊 或者说你希望拿到好的成绩啊 那你有在乎这次的考试啊 等等 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积极正面的东西 去给予鼓励 这就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我们看到他有的 而不是看到他空的需要改善的地方 所以先要予以肯定 当我们抱持这样积极的态度的时候 孩子们也会比较会跟我们配合 第二个呢 就是要有这个倾听的技巧 这个很多人可能都会说 是啊 孩子跟我讲什么 我都很就很认真的在听啊 为什么我们就是讲不到一块去呢 这里面呢 有几个问题 那下一篇呢 就这个下一个slide 我会重点讲一下 我们这个倾听的技巧有几个层次 我们怎么样去调整自己 因为我觉得这个倾听技巧非常的重要 当别人讲什么 我们没有听进去 我们讲什么 别人也没有听进去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沟通都是无效的 那既然是无效的 那我们就可以可想而知 再好的方案也没有办法得到执行 对吧 那这个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 情商在线 emotional intelligence 真的我们强调太多鬼了 很多时候父母是觉得 我的孩子成绩非常好 但是为什么还是不那么快乐 或者说跟我们大人在一起的时候 不知道要讲什么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 让孩子觉得这种父母在他身边的感觉 是很温暖的 所以需要有一定的情商 那么情商呢 最主要就是要我们了解自己 也要了解我们身边的人 他们的需求在哪里 我们不只是关注我 哎呀我每天工作很忙 我的压力很大 要赚钱 要养孩子 还要挨老板的骂 或者是等等 还要去交际 有很多的事情 所以让我们没有办法 很好的坐下来 倾听孩子们的心声 同时呢又觉得 如果孩子们在学校表现不好 或者跟孩子的其他的发生什么问题 或者是不听父母的 都是属于不好的孩子 或者说归结于说有困难的 给父母挑战的孩子 所以这个时候 父母的这种情商呢 没有办法很好的发挥出来 就会导致亲子关系的紧张 亲子关系紧张的时候 对父母对孩子 都是一种不良的环境 所以我们前面强调 就是说怎么样打造这种正面积极的环境 那就要运用我们的情商 了解我们自己的需求在哪里 了解孩子们的需求在哪里 那有了这些前提之后 我们要知道 我怎么样去参与 孩子们所做的学校的活动 社区的活动等等 哪些东西我该管 哪些东西我不该管 他的学业跟活动有冲突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去表态 如果孩子有了忧郁 或者焦虑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去做 那孩子不教功课 或者不及时教功课 有了拖延症 我要怎么去帮助 是我每天去检查他的功课吗 我要跟学校的老师去讨论 如何去提醒他吗 等等等等 这些问题都是一个标准 我们要不要参与 如何灵活的去参与 那怎么样再去理说 是理性的支持 有的父母就说 你做什么都好 我都支持 你要上什么课 我都愿意付钱 你要玩什么游戏 我给你买最好的电脑 我给你买最新的这个APP 游戏的这个工具 让你去玩 这些算不算是对你的支持 也算 但是什么叫理性的支持 就是说 在我们支持的这种前提 大前提下 要能够有机会跟孩子去 沟通和分析 他的这些做法 对他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是正面的积极的 对他的未来有帮助的 我们如何去拓展 如果是对他的未来有影响 甚至于是负面的 我们怎么样去制止 很多时候我们束手无策呀 因为现在的social media 这种社会社交平台太多了 什么discord instagram facebook等等 他们也花大量的时间 在这些social media上面 然后呢影响到功课 或者同学的一句话 会影响到他们的情绪 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所以我们要如何理性的去看待 和支持孩子们的一些社交行为 以及说他在这个青少年期 成长方面的一些需求 那最关键的 每个父母都希望看到 就是说 我把我的孩子培养强大了 不是到了18岁 他就自然会强大了 而是从内在 从心里到身里 都把他打造成一个 能够有自我效能的人 我们赋予他能力之后 我们就可以放手 让他们去自由的去发挥 所以again我就说 把这几个方面呢 summarize一下 好 please 也就是希望我们的父母 请求我们的父母 用这些方法 态度 技巧 情商 如何去灵活的参与孩子们的成长过程 理性的支持他们积极的行为 并且赋予他们自我效能 这就是我们要能够做到的 please do so 好 刚才我有讲过 我们今天要特别的强调一下 倾听的技巧 那么倾听呢 我们其实是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我们通常是讲一种 内在的 是focus在我自己身上的 我对谈话者 或者谈话题的兴趣 比如说 别人在讲话的时候 我就在想 嗯 我晚饭还没有吃 感觉有点饿了 我今天晚上吃什么好呢 吃完饭以后 我要做什么好 好 就是说 在我自己的这个思绪里面 或者就说 哎 我觉得他今天这个 呃 衣服穿的挺好看的 我就想 哎 想去问问他在什么地方买的 啊 或者他这个话题 关于亲子教育方面的话题 我也很有兴趣 哎 可能也许我可以问问他 有些问题 可以请教一下 好 其实讲来讲去 我都关注在我自己的身上 是我的想法 这叫level one 啊 第一个层面的去听 第二个层面呢 是说 关注在这个对方的身上 again 就是说 关注在他这个谈话的内容 他讲的这个亲子 教育 跟我有没有关系啊 啊 对我有没有帮助啊 我关心的问题 他会不会回答呀 好 等等 这些都是关注在这个谈话的内容方面 所以第二层次的群听技巧 已经比第一层次有 有一个进步 对吧 因为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资讯 是关于内容方面的 第三个方面呢 是一种全身心的倾听 就是我们中文所说的 听话要听音 我不单单听你在说 我还要听出 你这个话中有什么含义 听出你没有表达出来的意思 然后呢 我在这个前提之下 怎么样跟你进行一种交流和对话 这种沟通可以达到 这个最高的境界 就是说 你也听我了 你也听到我想要表达的东西 我也听到了你的诉求 所以呢 我们不单单是在这个内容方面 也在这个没有说出来的东西上面 有了一个探讨 所以我们这个谈话的内容 就更加的广泛 就包括有时候我们跟孩子讲话的时候 孩子可能会说 哎呀 我不太喜欢这个老师 那这个表面的诚意 就是说 我不喜欢这个老师 那他没有说出来的 我们可能就要问了 那你对这个老师 不满意的地方有哪些 那你对他讲的课的内容喜欢吗 你听得懂 有没有觉得有什么要我帮你的 等等 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对话 推向比较深层次的一种交流 好 这个是我特别强调了一下 这个倾听技巧 第三呢 我就要来讲一下 就是说也就下一个层面 我就要讲说 我们讲了 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 就是please 然后呢 需要提升我们的倾听技巧 然后我们怎么样把所有的这一切 都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计划当中去 因为我们要改进 就是说先从我们自我做起 我们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们就自己要往那个方向去靠拢 或者是说 我们至少给他做一个积极正面的一个role model 如果我们每天都complain complain老板不好 complain自己身边的人 父母之间常常吵架 那孩子们会变成一个积极正面的人吗 他也会complain 对不对 他也会想 父母怎么每天都会这样 或者说我为什么没有得到跟别人一样的东西 或者为什么我会被别人霸凌 没有人来帮我 等等 就是说这些会影响到孩子的这个心理健康和身理健康的 我们就要怎么如何去调整才能让我们的这些行动计划得以实现我们的目标 我们前面讲的就是说我们的目标要能够运用积极的心理学 去促进孩子们的这个自我效能的提升 那我们的优势在哪里 我们家的家的长导致 或者说哪些事情是做得比较好 我们的亲子关系好不好 孩子跟我们有没有矛盾 如果没有 恭喜你们 这是一件很好的长处 那夫妻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良好 沟通是不是顺畅 如果是的 恭喜你们 但如果不是的 也不要觉得奇怪 因为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每一对夫妻之间 都会有不同的意见 尤其在亲子教育的问题方面 是最容易产生问题的 但是 如果我们不去逃避这个话题 我们积极的面对 我们让孩子知道 虽然父母之间有问题 我们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们可以 共同来解决 所以呢我们就要找出 我们需要解决的地方 把这个弱点也让孩子知道 长处也让孩子了解 我们评估了自己的长处 孩子的长处 家庭的长处 然后呢 我们再来评估一下 孩子身上有哪些 让我们担心的 我们当然有哪些 让孩子担心的 这就是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 那我们用什么样的机制 什么样的方法 去克服这些困难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要团队合作 怎么样去 克服困难 共同去克服面对困难 那没有团队的话 每个人单打独斗 都会很辛苦 而且根本是不可能的 我们面对的孩子 面对的这个学校 面对了社会 这种机制就是要我们必须 去tackle the problem together 就是说共同去解决 那我们有这个想法了 我们也知道要这么去做了 找出问题的所在 那用什么样的这个执行力 去完成这些任务 那么这些方面 执行力就要父母去动一点脑筋 要包括父母啊 弟兄姐妹啊 朋友啊 老师啊 专家们啊 等等 一起来get involved 当然也是 就是说depends 看我们这个需要的 这个力度有多大 有些问题是父母跟孩子们 就自己可以直接解决了 那有些父母 他们是需要更多的support 因为他们可能还没有办法 了解到他们的真正的问题所在 也不知道从何下手 那这时候他们需要一些专家们 或者是周围的一些人的帮助 总而言之 就是说当我们要去完成一个任务的时候 不是那么简单的 就是说 我看到孩子功课不好 我看到他拖拉 我看到他这样那样 我就开始骂他两句 然后告诉他怎么去做 然后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下一次再看到了 我又开始发脾气 或者跟你讲过了 又没有听 现在我们再来重新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就进入了一种周而复始的一种恶性循环 我们想要看到的就是如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如何能够让孩子一同参与到解决问题的当中 因为孩子需要我们帮他们解决问题 反过来我们需要孩子的参与 才能共同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吗 所以在这个亲子教育的道路上 我们一定是要跟家人 或者是身边的一些团队同行 当然我们讲到说要执行的时候就要讲 到底花多长时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好的概念 到底是三个月还是六个月还是几年 但我认为有一点可以是说的就是 我们自己可以制定一个计划 这个timeline时间表是由我们家长跟孩子们 共同来完成的 如果说我们从今年的九月份开始 我们的目标定在半年之后 那也就是说到明年的五月 我们希望这个问题可以解决 就单单讲这个打扫房间这一件事情 可能就需要几个月 那么我们就说 今天我提醒了 我到底看看孩子有没有执行力 可能我们就从这个角落先讲起 你先把这些书收拾一下 这件事情先完成 这样他也不会觉得有太多的压力 我要马上把整个房间整理的焕然一新 对吧 我们在讲下一步的时候 到十月份 你的书架整理的非常好 当他做完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给他一定的鼓励和支持 或者甚至有奖励 那让孩子看到说 你看我不但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我也有得到一些 让我觉得值得去做这件事情的理由 当然我们不是为了得到那个奖励才去做 只不过就是让孩子会获得一种快乐 这是每个人都需要 因为我们每天获得一些快乐 对我们的身心都有帮助 对吧 所以我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打扫房间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分几步来进行 而不是只是把这一件事情 完完全全丢给孩子 只是我们去练刀 好像我们练了练了 就能把事情练好 那有了这个目标 有了行动计划 有了这个timeline 我们才知道 过几个月之后 看到了孩子的转变 这种转变不是说 只是一个打扫房间方面的转变 包括他的整个个人的这种理念 他的做事情的方法 他的态度 最主要是态度 因为态度会决定一切 决定我们的高度 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那如果他的态度就是说 你说你的 我也不要跟你配合 我也不爱听你的唠叨 你说左耳进右耳出的 这种对我来说 一点效率都没有 那我们就适得其反了 所以要想打造出 一个积极正面的孩子 我们自己就要用这些 积极正面的方法去引导 那所有的这些步骤 我相信都会产生他的效果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从孩子出生 到孩子18岁 或者说 这个他真正的 我们看到他大学毕业好了 我们再多给他几年 所以我们才能放手 觉得孩子真的成熟了 发自内心的说 我们的孩子是成熟了 可以独立了 那这个过程 真的不是一处而就的 就像培养植物 到底这个植物是需要淡淋肥 需要阳光 需要水 还是需要什么 你可能有的 有的植物需要的是淡肥 有的植物需要的淋肥 开花和结果的时候 需要的东西也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 不需要太着急 我们的这种培养孩子 成长的anxiety 就是焦虑 会影响到我们 对孩子的态度 亲子教育本身是一个过程 有积极睿智自信的父母 我们一定能够培养出 阳光健康快乐的孩子 当然反过来 有的时候是孩子的问题太多 父母没有 就是所有的方法都使用了 也没有找到一个 应付的好方法 有的有这种情况的 但是那是个例 个案或者说特例 或者就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疏忽了哪些方面 才会导致哪样 因为毕竟孩子 他在成为成熟的人之前 大脑的发育不完善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去 苛责他们太多 我们要把自己先打造成一个 积极自信的父母 那孩子就会变得 阳光快乐 因为他会受到我们这种情绪的感染 所以这里面呢 有几点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眼见为实 就说很多时候 我们不能猜 孩子们做的是对 或者是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看到他房门一关 有的父母就想 他是不是都在房间打游戏 跟同学聊天 或者做不好的事情 或者就是虽然他跟我说 他是在学习 可能时间都浪费掉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其实不妨 就说不要想自己 去猜测孩子在做什么 我们要确确实实的看到 他有在做什么 那可以敲敲门啊 关心一下 问问孩子 哎你怎么样 要不要吃点点心啊 喝点什么呀 哎顺便问 你在跟同学聊天吗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 是很自然的去介入到孩子的 这个活动当中去 所以我讲这种参与和 积极的参与和 这种负面的参与 是有不同的区别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培养一种快乐的习惯 如果今天下雨了 很多人说 哎呀真讨厌 怎么又下雨了 今年冬天的雨水太多了 那有的人会觉得 哎呀 这下雨真好 不单单是对植物有帮助 对我们这个 我们的空气也会变得更加清新 或者说这个空气湿度大 对我们的皮肤也更好 那我们就是怎么样 从一些负面的东西当中 抽出来 这个积极的元素 让我们能够感受到 那种positive的能量 和让我们开心的东西 这就是培养快乐习惯 每天要找一些 让我们快乐的东西 那我们的习惯 慢慢就会养成 下面呢 讲的就是说 大事化小 哪怕我们孩子 今天在学校 这个只拿到一个C 或者只拿到一个D 我们先安抚他 因为我们要让跟孩子去理论的时候 我们先要把自己的情绪调整好 再大的事情也都是可以处理的 为何我们不用正确的方式去把这个大事变小呢 那如果我们就说一下子开始去责怪呀 那个紧张啊 然后让孩子也跟着紧张 或者去责难 那孩子肯定觉得说 我不想跟你说了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给我增加了这么多的压力和烦恼 对吧 所以我们尽量就说 先大事化小 让孩子感觉到 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 那这时候呢 我们来主动帮助 就是说 可能你现在遇到一点挑战 学习上面啊 或者是跟朋友的交往方面啊 或者是活动方面啊 遇到了一些 让你有压力的东西 那我们看看那个东西是什么 我们把它拎出来 我们来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然后需要父母帮助的时候 比如说接送也好 比如说跟父母或者counselor沟通也好 比如说跟同学的家长沟通也好 那父母可以介入 那我们讲到前面举的例子 这个房间的问题 其实我们为什么希望看到一个整洁的房间呢 因为生活在那样的环境当中 一个人他就是有一个规律 他会在这种整洁的环境当中 培养出他积极的心态 一种良好的习惯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整洁有序的房间 需要让孩子能够说 这里这个垃圾桶是要随时的去到啦 这个东西放的位置可以调整一下 如果暂时不需要用的就不要放在桌上 可以放到抽屉里面 或者放在盒子里面贴上标签 放在grudge里面 或者放在别的什么地方 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空间 对吧 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调整 那训练有数 也就是说 我们孩子是被我们训练出来的 我们想要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 是通过我们的行为 一点一滴的去感化他们 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 让孩子一回家 就能够把这个书包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啊 或者把这个lunch box清理一下 先做完功课 然后吃饭呀 或者说跟这个家人进行适当的交流啊等等 当然到青春期的时候 孩子们不愿意跟父母交流 那我们就不要勉强 当然每天的这种关怀 让孩子都感觉父母始终是与他们同在 而不是与他们对立的 因为他们每天面对的东西已经很多了 上课从一个教室走到另外一个教室 从一个subject换到另外一个课题的时候 这个我们的大脑都是需要有一些时间去调整 去process 也就是说这个人有一个叫adjust这个能力 就调整的能力 但有的人这个大脑 他可能调整的就稍微慢一点 那么从一堂课到另外一堂课 这个反应啊 就需要一个一段的时间才能去调整好 所以当我们固定的这种思维方式以后呢 知道我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 就训练我们的大脑能够尽快的去适应下一堂课 我该做什么 我的功课有没有提前教啊 老师上课的时候会提哪些问题啊 或者我准备哪些问题需要问老师啊 这些我们把方法训练好了 孩子就变成很有规律的去适应校园生活 然后最后一点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 一定要让孩子感觉良好 当我们跟孩子交往的时候 如果我们常常用责怪的口吻 或者说威胁的口吻 这时候孩子们会感觉好吗 我们自己会感觉好吗 当别人责怪我 或者说你这件事情你要想想都是你的错 或者说都怪你啊 怎么就是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了 对吧 没有人喜欢听这样的话 所以每天让孩子感觉很好 非常重要 当孩子回到家的时候 父母可以给他们一个拥抱 问一句 今天学校好不好啊 我觉得你今天很棒哦 看起来精神很好 是不是在学校过得很开心啊 就是每一次都用这种正面的 积极的话语去感动孩子 让他们觉得 我其实今天真的过得不错 哪怕什么重要的事情也没有发生 那没有大事就是很好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他们就是对生活会充满着一种 积极正面的阳光的这种心态 也能够期待着明天 到学校的那种校园生活 尽快的到来 当然他不会说告诉你 我就期待着明天去上学 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不愿意起床啊 因为晚上睡得晚啊 或者是因为其他事情耽搁了等等 但是我们怎么样都是为让孩子准备一个美好的明天的到了 有营养的早餐呀 适当的提醒啊 早点休息啊 明天早上 要不要我叫你起床 还是你自己可以设闹钟啊等等 所以把这些训练啊 这些整洁的环境啊 这种快乐的习惯啊 等等都融合到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 我也很希望能够听到父母有一些分享 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样的案例 你是如何培养孩子的这种快乐的习惯的 所以一会儿呢 我们进入这个Q&A的环节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分享 那最后呢 我就是想说谢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这个今天呢 这个希望我们讲的话题 对你们有一些帮助 在我们结束之前 我们会开放Q&A 我现在把这个